同学们 上课啦 上课之前我一定要戴一顶高帽子 因为文化的革命嘛 都是反动派都要戴高帽子 但是因为我这个帽子太高了 一定要高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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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 还没有到顶还要高 这么高的一个帽子 这下你满意了吧 很多同学说 哎呀 老师啊 你这影响我们学习啊 对不对啊 我们没法集中精力啊 你这搞笑 你还是哎呀 没头发 也没关系嘛 只要内容好 那好 那我就把这个取掉啊 然后就是献我的原型 来跟大家讲今天的故事 今天跟大家神聊一个什么话题呢 神聊一个上帝是否真的存在 真的有上帝吗 这么一个问题啊 记得我小的时候 我跟着长沙的一位牧师的儿子学小提琴啊 这个牧师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 这个老师姓李啊 我终生难忘的恩师啊 他确实是把我从小是这个 从零开始把我平安成一个现在一个这样的小提琴教啊 当然也感谢和后来的很多老师 但是启蒙老师总是最重要的嘛 他就跟我讲了个上帝的事情 那时候文化大革命那也是不敢讲了 在那个教堂里面也跟我讲上帝啊 他就跟我说 他说比如说啊 这个我们人类做了一个苹果梨 因为世界上本来就是梨子是梨子 苹果是苹果 对吧 这个达尔文就做了个实验 就把这个梨子砍一个枝 价格在这个苹果上面 就出现了一个苹果梨 对吧 吃起来又有这个苹果的那个脆啊 香啊 又有这个梨子的这个滋味 就变成苹果梨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啊 我们是造势主 我们造了一个苹果梨 对不对啊 这完全是我们造的 所以我们就是那个苹果梨的上帝 但是你说那个苹果梨他知道吗 他会知道 是人造的吗 他不会知道 他会很骄傲 脑子就是自己长出来的 脑子长出来就是苹果梨 怎么样 哈哈 就这个例子给我 这我就跟你讲 我说这个你也看不见了 看不见的东西 你总是不存在嘛 对不对 那么这里又有一个理论问题了 我们就是说 科学是什么 科学就是把你提出的假想 一步一步的证实 这个过程 这叫科学啊 不是结果啊 并不是说正确的是科学 不正确的就不是科学 这个过程这个方法论叫科学啊 那我们来论证一下 实际上我们有很多我们看不见的东西 比如说啊 空气啊 有人说空气怎么看不见 你把它冰冻了啊 很冷的天气你就看见有空气啊 是吧 这个说的也是有道理对吧 你要改变一个形式 你烧开水烧了以后 好 空气里面看得见空气啊 但是你internet你看得见吗 网络你看得见吗 你告诉我internet网是什么样子 是圆的还是别的 长的还是瘦的 没人看见过 但是它确实是存在 讲得更加具体一点 就像我们这个硬盘啊 我们有个USB 12个机 16个机 32个机 128个机 你看得见吗 它体积是一样的 它是里面 大小不一样 它确实存在着容量的大小 但是它与体积没关系 你看不见的 所以说世界上 我们看不见的东西 并不等于就不存在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 不管你承认上帝存在 还是不存在 至少你不能说 我没有看见上帝 上帝就不存在 这个不成立 还有就是这个 上帝造人的时候 他赋予人的一些功能 他有局限性 没有对啊 我们就举一个 很简单的例子啊 你说我们是 如果我们飞碟啊 噓 这个飞碟 它转转转转转 它是浮行的转 我们人类 不需要教 那小朋友 你不要教他 他不会跟着飞碟去追 他会走直线 他会判断 这个东西 转转转转转 会转到这里来 他不会跟着跑 而会走直线 跑到这里去接 这是我们人类 这是上帝 付给我们人类的功能 我们有这个计算功能 但是狗就没有啊 你怎么浮行丢 那狗总是跟着飞碟追 你们去试试看 没有狗会跑直线的 也许有那个很聪明的狗啊 他会 他会悟到有那个人性 就是那个苹果梨 可能有些苹果梨 他会 嗯 我可能是哪个人类给我做的啊 有那个聪明的 那个通神的那种狗 但是一般的狗 咱们会跟着爬啊 就是讲这个 另外再举一个例子 就讲如果说说 有个树叶上 有个刨从这里爬 往上爬往上爬 他只会往上爬 直线爬 你爬爬爬爬 爬到上面 你把那个树叶倒过来 哎 他又爬 又爬 倒过来 他就不会知道 倒过来往底下 他就倒地了 他就是各种生物 在上帝制造的时候 他是program 有程序化了 他的那个功能 就好像那个 我们在年轻的时候 看过那个机器人的电影 叫叫麦克吧 那个男子 叫麦克 好像是机器人 他跑到那个机器人 那个世界里面去 跟那些女性聊天啊 想去这个勾引他们 后来发现 那个女机器人 是叫四百毫 叫四百型的机器人 他就没有性功能 他根本就不会被男人所吸引 他就说 这个机器人 他不是女人 对吧 所以他是有型号的 上帝造人造物 也是有型号的 他给了我们人类 有些功能 有些功能是我们没有的 所以你没有办法去 去体验我们功能之外的东西 另外一个就是讲的空间 我们人类是三维空间 对吧 现在讲的四维 讲的时间 也是一个空间 也是一个空间了 对吧 长 框 深 时间 对吧 这是我们三维空间 四维空间 我们可以看到的东西 那么也许世界并不是三维或者四维的 它可能是五维 六维 七维 八维 很多的维 那么在很多的空间 是我们人类无法看到的 这也就是我说我想起来我的小吃时候啊 那个我那个以两岁不到两岁我那个女儿 一到的那个时候 他就会对着墙讲话 跟着墙讲 讲很久的时间 开始我真是吓一跳 但是那个妈妈就把我那个日本那个妈妈把我拉到旁边 他说小孩子跟他们讲话的时候你不要去打岔 他说他一定是能看到某种东西 因为有某种东西在某种空间中间 他不惧怕孩子 他喜欢跟孩子玩 孩子可以看得见 但是我们却看不见 这就是有一种空间 是我们没办法进入的 但是呢 小孩子的话呢 他可以进入 这是空间 从空间上说也是如此啊 比如是有时候UFO啊 或者什么啊 突然出现在我们的情形 突然也消失了 也许是他在某一个时候 凑巧进入了我们 可以感知的空间 然后又瞬间回到了他们自己的空间 所以就为什么我们看到UFO 看见了啊 吐了 啪就没有了 啊 啪也没有了 它可能并不是在移动 它只是出现在不同的空间里面 而我们能看到的 只是我们看到的 那个几位的空间里面 我们可以感知到 那么下面又出现另一个问题 就是说 上帝怎么可以造人呢 这人怎么可能会是造的呢 对不对 这又是一个假想 就是说人类是不可能被造的 那么现在科学发达了 对吧 我们可以造人类的器官呢 我们可以克隆 动物呢 你觉得没有克隆的人类吗 我看未必 我看未必 为什么克隆技术当时的话 这个在西方的争论那么大 就是因为它是人代替了上帝 人把自己执着到上帝的位置上 我们也可以造人了 我们可以扶持人 这个是上帝是不能容忍的 对不对 你们是上帝造的 然后你再去造人 对吧 所以这是在人 这是对人类的伦理 对人类的宗教信仰一个很大的挑战 一个很大的 shock 震惊 那么现在就是说我们不克隆 我们就做机器人 这个大数据机器人 AI 把这个人类的这个知识 放到这个机器里面去 而且现在的机器人 不像我们以前 我们要编程序 现在不 现在的机器人是可以自我学习 你只要做了一个机器人 然后把那个自我学习的那个软件 输一进去 这个机器人他就不自己学 就像那个下棋的一样 我们知道啊 这个韩国的这个叫李 姓李的吧 这个李明博是什么 不是李明博 李明是总统 一个姓李的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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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棋师啊 结果他被 机器人打败了 为什么呢 第一棋他其实赢了 赢了以后 他自己是扶了一盘棋 晚上回去 他自己又腹息了一遍 就睡觉了 这个机器人没有啊 他不要睡觉 他整个晚上 把历史上所有的棋都玩了一遍 因为他的技术能力 是我们人类的百万倍 他有那么快的技术能力 第二棋子能下 你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那他是人造的啊 也就是说 连人都可以造人 人都可以造智慧 何况是上帝呢 至少啊 人类是不可能被上帝造的 这个理论是站不住了 对不对 人是完全可能被造的 那么就回到第三个问题了 那么我们人类究竟是什么玩意二来 对不对 为什么自古道经几千年到现在 战争不断的在打 人类总是给自己打 从来没有真正和平过 为什么 我告诉你为什么 因为人类是上帝的一盘起义 人类只是上帝的一个电脑游戏 我在上个节目已经讲过了 上帝那天无聊了啊 就把他的子孙们交到一起聊天 他说这样吧 我们来玩个游戏吧 对不对 看看谁赢啊 然后他就有各种教派 有这个中文怎么说我都不知道 是Orthodox Catholic Prositant 呃 犹太教 还有这个Islam 那伊斯兰教 还有一个Hinduism 还有这个摩门教 反正这世界上好的好的教 包括 包括 包括我们的佛教啊 都有 所有的教派 就说 你们把 各个人带领自己的一个民族啊 给你们一个语言啊 你们自己去打吧 这上帝的就是一个 一个 呃 gain 然后 所有的这些 上帝的这个子孙们啊 他们的领导就把他们的技术 把他们的科技把他们的文化把他们的什么东西就输入到他们自己的领导的那个民族里面啊 然后就开始就打 所以 人类的战争 其实是神类的战争 人类只是神类的一个替代品而已 我们这是一个工具 对不对 所以说你看 世界上的任何事情 我再讲一遍 上个节目讲过了 就说 反而是利益的 我们都可以通过政治 可以通过人类的智慧去解决 就像一个饼干啊 你也想吃我也想吃 这样吧 我们一人一半行不行啊 啊 或者是你收你钱 我给你一大半行不行啊 那我至少 一人敢吃半块 对不对啊 我吃小半块 我还是吃了嘛 对吧 这就是人类的政治 政治是什么 政治就是退让求权的一门艺术 就是那个方法啊 这就叫政治 唯有一件事情 在这个世界上 是不可能被政治解决的 那就是宗教 对啊 你说那个十字军东征也好 什么也好 所有的历史上 为了宗教去打仗的 都是只有你死我活 只有就是 最后杀到一个不剩 因为这是宗教的战争 宗教的战争的后面不是人类 而是神类 所以我们就是 像那个狗一样啊 那个主人说要去打那个狗 就会打死为止啊 他不会 违背他的主人的那个意愿啊 除非是一条很烂的狗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从我看来 是人类和平是不可能的原因 是吧 人类都和平了 那个 那个上帝那个 游戏怎么玩 就好像啊 你一个 球赛啊 我们有这个全世界 每个国家出一个球队 啊 世界杯打球赛 最后世界杯的所有的队员都说 我们不要打了 我们搞世界和平 我们 呃 对吧 每个队出一个队员 我们就玩玩球赛了 你说 你那个球赛还怎么看 玩得下去吗 就玩不下去了 那玩不下去怎么办呢 上帝就起牌了 对不对啊 那我们这个足球就不玩了 我们玩别的了 对不对 那上帝想 哎呀 这个人类 懒得跟你弄呢 我们还是做点机器人 做点别的东西 继续把这个 game 把这个游戏玩下去 对不对啊 就是 所以说我认为啊 从这个理论上来说 啊 如果是站得住的话 如果是站得住的话啊 人类和平不是上帝的本意 是不可能实现的 那么这个中间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啊 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那就是说 上帝他在做这个 game的时候 做这个游戏的时候 他是分了很多教的都是宗教啊 宗教 然后我们中华民族是什么教呢 我们中华民族啊 以前是 其实我们真正的我们民族是叫做孔子教啊 应该是 Confucius 我想的孔子他也是一个先知嘛 什么叫先知 就是说上帝的呃 传信人啊 他那个就像这个人啊 有些人为什么信上帝 有些人不信上帝 有些人信神 有些人不信呢 其实每个人都是一个收音机啊 像收音机 只是有些人的天线比较灵敏啊 有些人天线他不灵敏 所以有些灵敏的天线 正好平队也对了 对吧 他调平调平 诶这个频道一对 天线一连上 诶他就听到了上帝的声音 他就确认上帝是存在的 而有些收音机 那个零件又很差对不对 呃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半导体啊 那些什么三级管 二级管也不灵啊 那天线也很生锈了 所以他就收不到上帝的声音 他就说啊 没有上帝 没有上帝 但是一个灵敏的人呢 他收到了上帝的信息 他把它记起来 告诉人民 所以我想 孔子也可能是一个先知啊 威斯曼 那么后来 我们又寄存了这个 印度的这个 呃 佛教啊 从印度 进到中国 中国有佛教啊 所以说 事实上 中国 在这个整个game中间 他还是属于这个佛教的 啊 这个团队里面 但是1949年就不同了 我们就解放了 然后我们就达到孔家殿了 我们就 实际上没有救世主啊 没有神仙皇帝啊 呃 人民 我们要都靠我们自己啊 的国际歌唱的那样 对不对 那么我们开始信什么呢 这个人总是要信个什么东西嘛 对不对 那我们就信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克思列宁 毛泽东思想 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 我们就信这个东西 对不对 呃 那也行 那么我们也维持了几十年 但是这个几十年 在这个世界的历史长河中 它只是一瞬间啊 可能是那个上帝 打个哈线的事情都没有 他打个哈线 啊 醒了一看 诶 怎么出了这么个东东 这不是我设计的 我 他一查那个程序里面 我没有这个程序啊 怎么自己长出这么东西来了 你去想想看啊 世界上所有的宗教 都有一本经 都有一本圣经 也好 河南经也好 这个这个这个 佛教的这个经书也好 都有一本经 只有我们中国的共产党的经 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本经呢 是人写的 它不是上帝写的吗 那上帝就不认嘛 上帝看 哦 这个东西 你怎么混到我这个 给你弄完呢 那不行不行 我不让你玩了 啊 所以说 我就很担心啊 这个上帝每天不高兴的 给你这个 delete 给你这个 就把你删除掉 把它 抖它 往那个垃圾箱里丢 我们就 就没了 那很多你想了 哇 哇 我们是三亿 是四亿人口啊 你怎么可以把我们 说 弄掉就弄掉了 对吧 这个问题呢 在上帝的眼中啊 我们则是他的一个 呃 玩偶 啊 他不是一个什么生命 他不知道疼 啊 他不知道我们的疼 啊 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人类对的跟自己 铺铜类的东西 也是一样的 你说傻猪 傻鸡 傻鸭 先不说那些啊 就讲说蚂蚁吧 你们家里 门口有个蚂蚁窝 有很多蚂蚁 出了一个大蚂蚁跑出来 嘿 你一脚就踩上去了 你踩上去的那一瞬间 你想不想过啊 他可能是他们那个 群体里面 最受尊敬的一个老人家呢 他可能是谁的爸爸妈妈呢 谁的兄弟姐妹呢 是谁的老公呢 是不是啊 那你他把他杀死了 他的家里会不会很伤心呢 或者他家里还一家 孩子们等着他吃东西呢 我们都没想 因为这是蚂蚁嘛 哇 这个蚂蚁成堆了 成在门口 哇 很多的蚂蚁 你会引流蚂蚁太毒 而心持手软吗 你会不会烧一壶开水 手还会抖 哎呦 这个蚂蚁太多的 我杀这么多蚂蚁 是不是犯罪啊 你不会 你会就 噓下去 哎呦 好高兴 你看 我这一刷吃 啊 蚂蚁全部都没了 说一说 等到上帝要来这个清场的时候 他是不会在乎我们有多少人的 不会在乎他啊 因为上帝还可以造人嘛 那么最后讲到就是说 我们中国真的没有人意识到上帝的存在吗 我相信伟大领袖毛主席是感觉到了的 啊 否则他不会那么信天 啊 你想我们这个人类啊 对天天生有一种敬畏 敬畏之感 就是看到啊 你天大五雷虹啊 你这样的上帝啊 你这样的天不会饶你的 呃 你不会雷打死的 他总是有一种超于人类的一种super 一种超能在我们心中 就说你要有良心啊 你这样做的话 这个呃 不会被雷劈死的 就是有一个天 他会看见这一切 这其实是我们潜意识中的 在上帝造人的时候 他已经把这个程序放在里面 就说有一个这样的存在 只是我们不知道他叫上帝 那我们就叫他是天 啊 看到天怎么怎么样 啊 天要发你了 所以我们是相信这个东西的 你说这个 日本一地震啊 日本一海啸啊 还是中国人就高兴了 哦 这是天在惩罚里面 对不对 这是什么神在惩罚里面 你不是无神论吗 你那么信的路后干什么呢 对不对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呃 上海戏剧学院的时候 那个时候去查班 读那个呃 编剧 当时正好在台湾地震了 那老师跑的好兴奋啊 哇 台湾地震了 啊 同学们哼 还高兴起来了 我看你陈水边还搞台独 是吧 天在惩罚你们 其实我是一个插班生 对吧 我应该老老实实 但是那一次我忍不住了 我站起来了 我对老师说了一回句 台湾地震了 吃亏的 受伤的是我们的同胞 与陈水边没有一毛钱关系 我就退场了 我就走掉了 从此以后 我再也不听那个老师的课了 那么我相信毛泽东主席 他是感觉到了这个天的存在 那么习近平主席 他是不是感觉到了呢 我也觉得他也感觉到了 都是你想想看啊 最近中国 这层习近平主席上台以后 中国还提不提五部神论 不提了 不讲五部神论了 而且甚至在 有些文章里面 有些里面讲到 神可能是存在的 也许那个外星人啊 上帝要去找过他了 这也完全有可能的了 最最典型的就是 习近平曾经去拜访过教堂 讲错了 习近平主席曾经去拜访过庙宇 你再看看最近 和尚庙里面也升国旗 也搞这个申请一致 好像是党支部又啊 开到这个庙里面去了 不但我们这个要三自什么什么爱国教会啊 基督教 而是共产党领导 连这个 呃 菩萨教啊 这个这个 菩萨教叫什么叫 连佛教共产党都要领导啊 但是那你就是不是真正的佛教了 那你没有佛教的国家的话 你就不在他的game里面了 对不对 那算着他就考虑了 我不认识你是什么马列教 对不对 你不要跟我玩了 在接受话题之前 我要提一下 很多的人把这个宗教当成是一种寄托啊 到最后都找不到出路了 他就去信教 呃 我据说是有一个呃 八九民运的一个领导啊 好像是叫彩琳吧 这个女士 现在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啊 他就不去搞民运了 不去解放全人类了啊 啊 他就不去搞民运 不去解放全中国人民了 他就去呈现在自己的 呃 God bless me 啊 在那个里面去了啊 不是这个东西啊 God bless me 搞不清楚 还有在网上活跃的很多的华裔的精英分子 很多都是信教的 信基督教啊 他们都是信教 那么我怎么样呢 哈哈 麦克夏冠子 我在罗威的时候 我的那个前太太啊 玛丽安娜 她是一个学者啊 她是学什么的呢 学世界宗教比较 她的学不是这个啊 就是说她把这个圣经拿出来 可兰经拿出来啊 什么什么经拿出来 去去比较 然后他们这些 宗教中间 有哪些是相同的 哪些是不同的啊 他们自己呢 是关系什么样的 最后我那个招勘啊 对不起 不是招勘啊 最后我那位太太啊 尊敬的太太 呃 跟我讲了一句这样的话 她说 Danny啊 她说我研究了研究去 我发现 其实世界上宗教 海捞百川 是来自一股同样的一个源流 就好像这个 从同样一个地方出来以后啊 亚罗藏博江 不是 从从 我不知道 中国家哪个 哪条河是最重要的 一个大河 就是 那一个同样的源流 然后就分了很多很多很多谷 就海捞百川 啊 海捞百川 她 她这个海捞百川的意思就是说 各种各样的河流最后归入海 你把他倒过的意思了 海在最前面 哈哈 海处百川 就可以了 所以 玛丽安娜她这个结论呢 就影响了我以后的宗教的 呃 这个态度和理念 也就是说 由于受到我的前太太啊 我尊敬的 亲爱的前太太 玛丽安娜的 这个 呃 启蒙 我相信世界上所有的教 啊 我相信世界上所有的神 众神 我都相信他们的存在 我都对他们表示我的敬意 所以我 在宗教上也是 保持中立 不站边 我到了这个 基督教的地方 我就是我是虔诚的基督教啊 我到了这个 东正教的地方 哎 我就是虔诚的东正教啊 我到了穆斯林的地方 记得有一次我在这个 呃 蒙尼加拉国 啊 在这个看那个看那个墨 呃 叫什么 他的清真室 看那个清真室的时候 我就走进去 哎 那个那个 他那个神志人员就跑出来问我 他说 你是不是 呃 伊斯兰教 我说 呃 我 我 呃 想成为 然后 他就拿着我的手就在念经 念了大概十分钟 然后他就 我现在宣布 你是伊斯兰教徒 呵呵呵 我说那么容易啊 我到了泰国 就是我是佛教啊 呃 我 反正是你 你 你说你什么教 我就是跟你一样的教 这也跟着我出国 你比如说我到了泰国 我就跟你说哎 我奶奶是泰国人 哎 泰国人就很喜欢我 我到了菲律宾 我说哎 我奶奶是菲律宾人 哎 他们也很喜欢我 我到了印度 我一个印度人 哎 我奶奶是印度人 呵呵呵 你跟大家掏脱任何有什么不好呢 对不对 你学习他的文化 成为他终究的一员 对不对 表示对我的尊重 这不是说由头还念 或者是什么两面好人 八面好人 呃 日本话叫八面美人啊 哈勃毕竟啊 但是不是这样的 就是说你是对 呃 他民族 他文化 他宗教的一个尊重 这是做人的一个修养 我是这么看这个问题 好 我今天就讲完了啊 上帝是不是存在啊 你自己去定 你自己去悟 你把你的那个收音机啊 修修好 把你天线插得高高的 然后你慢慢就调了个频道 看是否能够接受到神给你的信息 反正我是接受到了 我接受到了 啊 所以我现在来跟你讲 上帝一定是存在的 好 今天讲到这里 没有脚放 好像讲那也不错嘛 啊 也还可以 对不对 所以说以后还是不要装生弄鬼吧 就随便一点 好 就这样啊 谢谢 再见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